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分割分享,我是分割 之前有小伙伴在YouTube的留言里面跟我说 能不能讲解一下怎么样使用反向代理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怎么样使用反向代理 反向代理可以解决不少的问题 比如说可以用来做负载平衡 可以用来把https的请求转换成http的请求 也可以用来实现单端口运行多个网站或者多个服务这样的问题 那今天我就来讲解怎么样使用反向代理来使用单端口运行多个网站或者多个服务的方法 通常来说我们的网站都是跑在80这个端口或者443这个端口 如果你想跑两个网站的话你就得使用另外的端口了 但是如果你使用非80的端口或者非443的端口 因为网址看起来就会很好笑 因为你会有一个域名然后冒号再加个端口号 你的网站看下去就会非常的不专业 那还有的VPS3它根本就只开了80和443这两个端口 其他端口我倒不让你开你根本就用不了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一个软件就是Nginx Proxy 它是一个基于Nginx制造的Docker的镜像 为什么我要介绍一个Docker的镜像呢 那是因为基本上我所有的网站倒是运行在Docker容器中的 所以用这个Docker容器的Nginx Proxy可以非常方便的给他们做返现代理 如果你的网站或者你的服务不是运行在Docker容器中 那请把它们运行在Docker容器里面 大部分的网站都是可以在Docker容器里面运行的 不管是用PHP写的或者是Nginx写的都没有问题 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也可以考虑出一个关于这方面的视频 那如果你的网站一定要在Docker容器外面运行的话 那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 你可以通过一个Docker容器来中转 好那就开始今天的教程吧 为了进行这个教程我特地刚才申请一个新的域名 大家如果要申请免费域名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去申请 申请完这个域名以后呢 我创建了两个直域名 一个是BBS 一个是WW 然后这两个域名现在是不能访问的 因为完全没有网站 好现在我要创建两个网站 所以呢 我直接随便找了一个Docker的镜像 是一个Hello World的网站 我这边假设你已经有一个网站运行在Docker容器里面 那我呢 马上就可以创建一个网站在Docker容器里面 我复制这行代码 然后右键粘贴回车 虽然这么一串就说明我的容器创建成功了 然后它是在80端口 所以现在我们来去看看这个网站 好我的网站就运行起来了 好那现在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网站了 那我如果想再开另外一个网站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好这边我有另外一个网站 这是我另外一个网站 好我来去搞一下 那肯定就失败了 因为我们现在80端口已经被另外一个服务器给占用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再把80端口挡到另外一个服务器上面 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同时使用这两个网站 如果要运行现在的网站的话 我就要把之前的网站删除 所以我需要删除之前的网站 速度一下 好这个网站删除了 我们再来跑之前这个命令 那我之后这个网站就划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刚才的网站 再刷新的这个一面 好这是另外一个网站 这是Docker官方的HoloWorld的网站程序 好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同时运行这两个网站 同时运行在80这个端口 真的非常简单 好首先呢我们用这个来创建一个Docker的网络 这行命令是用来删除它了 好我们现在现在来创建一个Docker的网络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刚才我们创建的容器先删掉吧 把这个容器先删了 不需要打 我们重新检查一下 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容器了 好重新复制一下这行命令 好粘贴这行命令 我们创建一个Docker网络 现在网络已经被创建成功了 好然后我们现在使用这行命令 来创建我们的Nginx Proxy 那这边Network呢就是我刚才创建这个 什么名字都可以 你可以请自己喜欢的名字 就是这个地方要匹配你的网络 其他都是一样的 这行可有可无 好了现在我们来复制这个 然后这边把它粘列进来 好这样呢我的Nginx Proxy 这个容器就已经在运行了 如果你想看它的状态的话 你可以直接速度Log Nginx Proxy 可以看到它的状态 这个Nginx Proxy这边为什么用这个 是因为我们刚才给它的名字 是这个 这个名字也是可以改的 OK 那现在它在跑出了 然后现在运行刚才的网站 那这次我运行这个网站的话 我用这个命令来运行这个网站 这个命令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里也比较关键 就是告诉它 当我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 那我们的Nginx Proxy 就会把它的请求转发到这个容器 然后这个Network也比较关键 就是告诉它是刚才那个Network 给它几个名字 然后因为我们80端口已经被Nginx Proxy用掉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用给它一个81端口 这个81端口并不需要是可以访问的 如果它在访问后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真正实际上 并不会用到这个81端口 当然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端口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81端口来访问这个网站 那也是没有问题 而现在我们来运行这个命令 右键粘贴进来 回车 好这样这就跑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 这个域名板定到这个容器上 所以我来访问这个域名 www 看到没有这样就成功了 这个时候www这个域名呢 就板定到了这个HoloWare的 这个服务器上 那如果是访问这个呢 你会发现503 surfa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域名 没有板定到任何容器上 所以呢我们的HoloWare直接回来一个错误页面 那这就说明我们的HoloWare其实已经在运行了 那这两个域名呢 你就是在这个域名设置的时候你要去 板定到你的服务器的IP上 它其实都板定到同一个IP的 好现在我们要运行另外一个服务器 好我们来运行这个 这个服务器用这个命令 同样的这边都是一样 只是说把它板到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运营上而已 然后这个它容器里面 它听的是8000这个端口 这边这个这个容器里面要自己运行的是80的端口 直接看你容器里面的服务在前提哪个端口 你要自己去改 外面呢这个端口就无所谓 你自己改818283倒是可以的 然后能不能访问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ngxproxy 访问它们的时候是用容器里面的端口访问的 而不是用容器外面的端口访问的 好我们来复制运行这个命令 粘贴进来 然后回车 好这样呢运行起来了 那这样就是告诉我们的ngxproxy 这个容器是用这个域名来访问的 所以我们先回到这里 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看到没有 出来了 所以呢我们让我们这两个不同的域名 刷新这个 还是这个 再刷新这个 还是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两个不同的域名 它们 然后同样的端口 当然其实它访问的是两个不同的网站 我们来拼一下这两个IP 拼 这个域名 这样负质不好 直接打吧 拼这个域名 然后是这样一个IP地址 然后再拼这个域名 是这个IP地址 所以说它们两个其实指向是同一个IP地址 然后呢也是同一个端口 但是 可以访问我们两个不同的网站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 injinx proxy 它来做了端口的转发 如果一个请求是从这个域名进来的请求 当这个injinx proxy收到这个请求的时候 它就会把它转发到这个容器 所以就不需要管 这些全部都是全自动的 你什么都不要做 因为它完全就是靠这个visualhost 这个变量来判断 要走到哪一个容器的 那因为它这边有 doctorsock 还有这个vhouse这些板定 所以呢 injinx proxy这个容器 它其实是可以监控到所有其他的容器的运行情况的 但这个network也很关键 你们要让它们所有的服务器都在同一个network底下 如果不是在同一个network底下 它们之间可能就互相反问不了了 但你也可以创建多个network 你可以把injinx proxy这个容器添加到多个不同的network里面 那它同样都可以对不同network里面的容器进行转发 那如果你要让injinx proxy支持htps的话 那你就要配合使用另外一个doctor容器 叫做companion 就是它的办理 然后那个容器会自动的管理 那个shcl的证书 所以呢 你就可以让你的所有的服务 到运行在htps底下 那这个就不是今天这节课的主题 所以呢 不详细的讲 如果大家有信息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我也可以出一个 怎么按使用injinx proxy来管理SSL证书 那你的所有的网站都支持htps的教程 OK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哦对了 因为这个是基于docker的 所以呢 你的VPS底下一定要先安装docker 怎么安装docker呢 基本上所有的VPS的服务器 你直接运行docker这个命令 它就会告诉你 你没有安装docker 要用什么命令来安装docker 非常的简单 拜拜 拜拜